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的环节 看看内地股市最新的走势 看到内地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的 上证指数是轻微跌7点 做3,529点 深证城市方面是涨97点 最新是报12,283点 至于护心300指数是跌9点 3,712点的水平 创业板指数是升幅超过1.7% 升47点 最新是报2660点 至于港股的情况 低开之后现在跌幅是收窄 现在跌98点 最新是报22,379点 国企指数是跌53点 最新是报9994点 这一节嘉宾就请来Wafi 跟我们跟进外围的消息 Wafi 你好 Wafi 昨天大家留意耶伦的讲话 今个星期还有一个重锤的节目 就是欧洲央行议息 最新公布的欧元区的CPI数据 大家都知道 欧洲央行为何要决定加大量宽 就是因为通缩的风险 一直迟迟都未解决到 欧元区上个月CPI按年是升0.1% 而市场预期是升0.2% 预期都不敢很高 还要差个预期 你看今晚是否稍后的时间 欧元区那边扩大量宽 是势在必行 当然了 以欧元区来计 其实今晚的意识 预期都一定是出销 但只不过不断地说出销的力度有多少 当然力度多与否 就看经济面的情况 特别刚才提到 刚刚敏感地 今日的意识 昨天来说 欧元区出了个比较重要的指标数据 就是通胀指标 就是CPI和PPI的数字 其实两个都挺异的 当然这个CPI方面是初值 但如果按年来计算 其实今次结果都是按年升0.1% 跟上个月0.1%的增长也是一样 似乎通胀的水平上说 就没太多气息 因为本身市场预期有0.2% 但也看不到符合期之外 更加不用看到央行说的2%目标点 是非常远的 所以以这个 不要说通胀的压力 通缩的风险 一定是要面对的 所以有通缩的忧虑的时候 自然一定是联想到央行一定要出招 所以变上其实你说数据 叫做所谓跟回劇本去走 所以其实更加之 而且这个数据出来 比较比较更加之差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这样说 理论上看 今晚出招之下 更加觉得力度应该要大 才是符合到市场看法 甚至可以挽回到 就是大家比较忧虑一些的一个情况 因为如果以数据 昨晚出现之后 你见到最明显就是欧元 立即有反应 特别反过来说 美金又强 就是刚才上一早说 耶良的干话之后 大家都见到加息是来临临 美国 美匯资税又上分100%上 也挺硬正 所以欧元昨天是两者夹杂下 再跌穿1.06以下 所以立即有个负面的反应 当然大家预计 如果今晚 随着欧英行 议息完之后 宣布 如果真的出了招的时候 大家现在差不多10个 可能8、9个都觉得欧元会再跌 说真一句 欧元中长线来说 我自己都觉得是真的差的 但是刚才提到 要看今晚的力度是多少 因为这番暂时来计 以知的一些所谓传闻 或者消息 觉得欧央行会做的一些政策 一方面可能进一步 是扩大量本的规模 即是QE的规模 即是买债的压度可能加大 二来的也可能会继续下调 存款的负利率 由现在的-0.2% 再一步扩大也不顶 三来的也可能会 延长买债的时间 因为以之前行量宽之下 说到2016年的9月就会完 大家预期有机会去到2017年的年初 二、三月都还要继续买 主要看初步来计 是否这三招真的出来了 如果是的 我觉得符合大家预期 也算力度大之下 无疑刚才说了 欧元要再立即退 我觉得是很正常 但反过来说出来 结果是有放水 或者有政策出 但不是出十三招 或者可能就远三招 也会力度每一招 那么大 譬如各别一两招 或者出光都不是那么大 反过来说 欧元抽一抽 我们也不奇怪 所以你说即市来计 当然随着一看 欧欧行政策的取向 力度大不大之外 更加要留意这些其他 譬如会市方面的活动 说明上我觉得 今个星期里面 特别今晚 整体外围的市况 仍然可能好像昨晚那样 比较波动 也看回欧洲央行 自从去年的时候 已经实施了量宽 但是每一次 预期他再推QE 出来的效果 是不是都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或者是是不是真的帮到经济 看到推了整年 CPI好像都没有任何的帮助 上到去 通胀仍然是未来临 还有就是对经济方面 你看过影响 是不是都未必有那么大 还要看回美国方面 都有前居可渐 行了QE之后 一次的效果是差过一次 这一次是否预期 大家都麻木了 不会再有一个很大的反应 是的 当然你说以QE的情况上看 的确很同意点 你说参加美国 其实都行了三至四次QE 的确最有效的是第一次 即时无论市或其他东西 都很有正面的支持 但是到QE2 QE3 到QE3.5 或者4来计 其实效果慢慢都没有 所以这样说 如果欧央行 如果真的继续这样做 我也同意一下 相对对市的支持 力度 一定是一次低个市 这是很多时候 无论什么政策 都是这样的 因为始终市场都接受了 或者是预期了 就是一向都说 没有预期而出 是大反应的 但是有预期而出 其实是没有什么反应 这是一定的 所以你说今次来计 随着今晚再多多久一点的QE 或者再加大QE规模也好 说真的 对市场就不要说 预期有太大的支持 但是只不过 你说欧元区的经济禁不行 又不出又不行 所以我觉得都是 因为经济面 真的不是那么理想 而逼着要出 其实你可以考虑 想到一点就是 出了 大家不会预期 立即会对经济有帮助 或者立即可以有其识 但是不出 所以就更加之 就是所谓死眼 所以其实有点 叫做迫着去走 或者以回走第一步之后 你都不能走回头 因为始终你见不到 太大的一个改善 除非你说 或者在之前第一次出完之后 见到欧元区的数据 是真是很理想的 你才可以不用走第二次 但如果以现在的数据上说 都仍是那么差的 连通胀都仍是那么厉害的话 其实都挺意味着 要再走下去的机会性 我觉得是十分之高 甚至乎这条路 我觉得是比较叫做耐 所以暂时中长线来说 对欧洲经济的看法 都比较审慎一点 所以刚才提到 比如欧元来计 我相信整个中线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偏淡的看法 你觉得欧洲央行再次 下一个QE 扩大量宽的行动 对于港股或者内地股市 是不是都没有任何大的影响 如果以回欧元区 走一个再走一个QE 对内地市 其实说真的没有太多影响 因为其实内地市 一直都说是政策市 或者都未完全叫开放杀市场 很多时候受自己因素 是影响着 你说外围方面 不是完全不看 但影响性不是那么强 反而港股来说 可能对欧元行的意识 即是欧元行的一个量宽 都仍有点反应 但当然反应上说 也不够可能美国 限量宽的时候那么大 因为始终欧洲的资金 即是一限量宽 是否立即去香港 或者直接去走这些市场 又未必是 但始终美国的行动又不一样 因为始终美国和港元是挂勾了 所以一定是流离香港这边 所以有这些比较直接的关系 所以如今晚欧欧行真的出招也好 我觉得如果无疑力度大 可能明天回来 对市会有些支持 但是持久性 其实预算不是那么多 所以暂时我对这方面的看法 都觉得不可以 因为有个经常听量宽因素 就觉得市场可以再继续炒上去 如果换个角度 我们又可不可以找到一些 受惠欧洲央行 扩大量宽的股份 譬如多些业务在欧洲那边的公司 假设股份或公司上说 究竟可不可以受惠到量宽因素 反而如果真的在欧洲业务多些 我觉得可能未必太过受惠 反而你可能在业务本身生产方面 在欧洲的 可能出口去其他国家做销售 譬如美国或中国这些 可能会受惠多些 因为如果你是在欧洲生产的 那欧元弱 意味着成本方面 其实是有个下降在 再加上你去其他国家做销售 譬如美国 刚才说美金有强的时候 相对你的赚幅来计算 会比较明显一些 如果以反而这样暴走 我觉得反而选择这些 业务性质的公司会比较好些 明白 谢谢Ravi 你的分析节目时间都差不多了 和你做新报 刚才说过的 只要相关资产 请问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的 有时一会儿 进来回来会有即市攻略的环节 稍后再见